為了滿足陶客們的胃 老闆可是不惜成本 新鮮的煎蛋 肥滋滋的控肉 加上特製的酸菜 光是看到餡料 就讓我垂涎三尺 而掛包的外皮 是用黑糖饅頭製作的 難怪會有被稱為黑色掛包 看著老闆娘往裡頭 不停地加料 這份重量級的黑色掛包 果然是普通版獎 這就是你們平常在吃的 黑色掛包 台灣給你 台灣有許多美食陽明海外 其中掛包更是令 歐美人士為之瘋狂 甚至被紐約雜誌評選 為包子類的最佳食品 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 而在澎湖 有一種早起也吃不到的 黑色掛包 得半夜摸黑才買得到 更誇張的是 凌晨開賣生意一樣強強固 吸引當地人跟觀光客 大排長農 究竟這個讓人寧願熬夜 也要吃到的黑色掛包 有多美味呢 小馬我帶著大家 一起去大快堆吧 好 十二點了 聽說澎湖有一個美食 是半夜十二點開始開賣 不行 我們得到這裡 我要趕快去 走 不會吧 我還是晚來一步 你看 已經排隊排成這樣子 年輕人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們是在排什麼 買刮包的 你是說那個黑色刮包 對 你們每天都來這邊排 是 你們是澎湖人嗎 對 是 所以你們在那邊吃很多年了 對 不吃會怎麼樣 會很餓啊 很想吃 誇張 晚上都沒有東西吃 沒有 沒有 就等著家 你們家裡住多遠 就很近 就在附近 真的 真的 前面之前也在排 欸 你們在排什麼 好吃的刮包 超好吃 超好吃喔 超好吃 你是客家人喔 對 又有一個口音 你們也是入澎湖的嗎 對 真的喔 是黑色刮包對不對 對 欸 裡面有人拿黑色的刮包耶 來 看一下 好像老式的樣子耶 欸 不好意思 請問在補兵 這個是黑色刮包嗎 這是店裡的另外一項招牌 這不是黑色刮包 這不是黑色刮包 它有點表皮上面 也沒有到真的黑色 這裡面什麼 現在你這邊就有刮一下 好 你咬一口看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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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爆漿 爆漿爆漿 噴出黑色啊 醬汁 原來這個叫黑色包子嗎 爆漿黑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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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哎呀 你吃過一口了 我就不好意思耶 好 我來找老闆娘 這家外觀看起來很普通的早餐店 就位在西宇鄉外安漁港邊 距離馬公司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不過它美味的程度 可是吸引了許多學生 或是遊客 願意特地遠到來此品嘗 看我在大半夜不睡覺 辛苦的跑來這裡 老闆娘也大方的 我先賞我一個店內招牌的爆漿饅頭 我先去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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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甜的饅頭 甜的 裡面包黑糖啊 對 它可以一直噴出來了 好 好好吃喔 我第一次吃到饅頭甜的 而且這麼香耶 好甜喔 你看喔 對不對 這個真的可以吸一個吃出來耶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爸爸娘我要刮包一個 對不起 你剛剛點的是什麼 刮包 你不吃這個喔 這就是刮包 你們要一個刮包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不是刮包 來來來來來 你看 這個是黑糖 饅頭 對啊 然後另外還有刮包 所以你們來吃都是刮包的 你也住這裡的人嗎 所以離這裡很遠嗎 就騎車差不多40分鐘 40分鐘 特別來吃個宵夜 對 真的喔 你們買幾個刮包 買一個 買一個啊 你為什麼沒有幫我買呢 對 因為沒跟我講 不是啊 你看到我就知道 我應該要吃那個東西啦 我要就給你一個 對不對 我買了 你再多做一個喔 我也要一個刮包 好不好 為了滿足陶客們的胃 老闆可是不惜成分 新鮮的煎蛋 肥滋滋的扣肉 加上特製的酸菜 光是看到餡料 就讓我垂涎三尺 而刮包的外皮 是用黑糖饅頭製作的 難怪會有被稱為黑色刮包 看著老闆娘往裡頭 不停的加料 這份重量級的黑色刮包 果然是普通版獎 這就是你們平常在吃的 黑色刮包 老闆娘 幫我介紹一下 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酸菜 三層肉 還有一個蛋 這個麵包是我們自己 用手工做的 真的喔 裡面也是用黑糖做的嗎 對 所以才會這個顏色嗎 對 看起來很豐盛 好大一個喔 妳為什麼會晚上賣呢 以前就是 我們家的出海 要出海嘛 出海都要看潮汐 在出去啊 這裡都是有馬國在旁邊是不是 對… 妳以前是賣出海的漁民 對… 所以一賣妳賣多少年了 20年 20年喔 所以漁民每一次出去捕魚的時候的精神 而且漁船很多 漁船很多 所以他們的精神 他們的體力是來自於你的 黑色刮包 吃了再上 他們吃了很多啊 帶出去啊 我們就是餓 就是什麼 真的喔 好 來 有好東西叫我跟好朋友分享 大口吃了喔 好 第一名 四份的 好 隨便怎麼被聽到這個大哥 就來買四份的刮包 對 好 你住在附近喔 對 真的喔 好 你也是特別來買包包是不是 對… 你常來買嗎 對… 就是有時候都會來買一下 然後因為太久沒吃會受不了 受不了 真的 看美食就是這樣 美食就要讓人家久久來回味吃 來囉 好不好 來 我們乾包 好 不要只看它簡簡單單 這樣的一個搭配方式 酸菜酸的程度 跟三層肉本身滷汁的甜味 跟蛋 它煎的熟度 因為它蛋還是要嫩 不能太老 再加上它整個掛包 是用黑糖來製作成的 它那淡淡的甜味透過之後 把這幾個味道非常有層次 又很均勻的搭配在一起 然後它去做酸菜又有口感 這是天上的食物 你不覺得嗎 這是澎湖人的一個福氣 為了體恤辛苦工作的漁民 老闆不辭辛勞 選在大半夜開門做生意 甚至在掛包上的配料方面 也總是給的特別大方 能夠在辛苦一整天的工作之餘後 吃上這份洋溢的幸福的掛包 整個就是太滿足了 也難怪這家在地的老店 能夠持續飆降20年 因為裡面賣的不只是美食 更有濃厚的人情味 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大 給你